來請老闆介紹一下我們 早安 溫泉源頭 好請說 我們目前看到這個霧氣齁 就是天然的在河床上面 河床上一層樓高的在岩壁上面 它會滾燙會噴一兩米高 一兩米高 所以早上跟下雨天潮濕它就冒煙 再進去還會冒煙的就是飯店它馬達抽出去的 來爐山溫泉頭就是這兩個地方看到冒煙 了解 河床這個都夜岩都很漂亮 對 這邊的河床真的很美 所以所有的美人湯啊 碳酸清源泉都是從溪谷裡面來的 它是深層的這個地下水 這家地熱冒上來 跟硫磺泉不同 好我們來到了 這邊齁樓上可以泡茶喝咖啡泡湯 還有吃東西齁也有一點 我先介紹樓下這個比較特別的 好 來這邊往下你稍微往下照 我先稍微介紹一下 來 先稍微停下來 這邊 這邊 這個在 幾年前齁 外面都是乾的 都沒有水 只有中間是煮蛋那個油水 嗯哼哼 水位也比較低 自從半年前齁 我來到這邊 這邊已經有一年半沒有開了 之前 之前老的跟原住民租的已經退休了 這邊超過一年半沒有開 啊我現在開始 開始稍微整理啊 維修 所以 我來之後發現 欸慢慢的水又冒出來 溫泉水整個白色的壁啊 那個 水冒出來 嗯 現在甚至連中間的 中間黃黃的這個齁 來 往這邊走 好嗎 現在齁都要用水管接出去 不然會整個滿出來 嗯 連這邊的水位也慢慢在提高 嗯哼哼 他這邊 他這邊飯店 的人員說 欸這邊的 水質 有時候會滑 有時候比較不滑 差變化的 嗯哼哼 那邊是 以前套角的 套角石 對 來往這邊來 最美麗的風景齁 嗯哼 袋子我們下面這邊 哇 還有三個石 懸奴山最美的景點 就在這邊 我們的大洞池 還有美麗的河床 哦 真的真的 還有美麗的河床 來 我拍到 稍微 稍微要站出來這邊 好 以後比較清晰 直接看 漂亮 漂亮 那這邊是 要穿泳衣還是要裸湯 這邊 大門關起來 就可以裸湯了 哦 那太好了 對 搞得我現在都想泡 自從我一個月前 開始浇水之後 後來 後來 這幾天就跑來吃了 好吃 就跑來吃了 那這個 溪谷 有人可以下去嗎 還是不能下去 溪谷 要從房子那邊 拉繩子下去 可是 你的生命 你自己顧 很危險就對了 不然 爐上溫泉這邊 塑膚應該也很棒 哦 這邊的水溫哦 四十度嗎 這個 目前還不到四十度 噢 泡起來很舒服 這個到家的地方 可以稍微游泳 它 它這個都是 已經三十五年左右的 溫泉結晶採幣 哦 漂亮漂亮 它一直肥起來 肥起來 它稍微冷卻的話 它會變綠碎 嗯嗯嗯嗯 那這一池 這池最燙 為什麼最燙 你看 你看這邊 也蠻適合泡的啊 你看這邊 來 嗯 這一個路頭 兩個路頭 因為它這邊流下來 所以把它接過來 讓它分流過來 這個已經很燙 所以它切割有沒有 讓它凹進去 那這個也是剛下來很燙 所以它自然會有那種切割 哦 然後冷卻之後就變綠色 嗯嗯 這樣子 哇 太厲害 對 而且這 池子顏色很漂亮 這個 天下第一泉 這個獨色無味 獨山溫泉是天下第一泉 都日本人這樣講的 日據史 對 這邊的山你可以照上去 這邊我還要再整理正好 這邊要再整理一下 讓休息期 下次我要來泡源頭 老闆你們一夜時間幾點到幾點 我大概 七點喔 開 然後我十點才睡覺 可是一般人大概 八點半過後可能就比較不會進來 因為路很暗 晚上 我現在路燈完全都弄好 完全都有路燈 我們這邊控制了 嗯 當初我來 只有五分之一的路燈有亮 嗯 外面幾乎都不亮 我現在全部都 都通亮 好好謝謝謝謝 那以後路可以進來 你在外面打個電話 打個電話 先預約這樣子 外面打個電話就給你開燈進來 好 就這樣子 我外面還沒有做很明顯 好 那要去樓上拍了嗎 對對對 好棒我 好想在這邊泡湯 這邊泡一次湯多少錢 你不用錢 謝謝謝謝 別人要250 好 好 那我等一下就下去泡囉 真的啊 沒關係 對啊 溫泉帶帶回去飯店吃 我們這邊齁 就是要 上來要消費50塊 有有有 我有買單來組 算人頭啦 幾個人上來就要花 幾個人乘以五 1050啦 好 那這邊煮飯也是你自己煮 這邊有 大杜山的咖啡 大杜山 班族要咖啡齁 咖啡都不錯 好 班族很香 很香 真的很香 這也是泡腳池 來 那邊 那等一下再出去拍 這邊水有68度 68度的煮蛋區 那這個煮蛋區 它68度就是差2度70度蛋黃全熟 喔 蛋白要80度 所以 15分鐘左右 蛋黃口感是最好吃狀態 就像蟹黃跟奶肉那種口感一樣 喔 客人都是好吃啦 所以說這個溫度是最好的 對最好的 然後煮15分鐘就可以 那蛋白就像布丁狀 嗯 好 有的人不敢吃 老闆怎麼不熟 我說 你來第二次就會全熟 鹼性碳酸泉 蛤 對 然後來這邊看一下 一般客人都會走過來看那個虎頭蜂窩啊 蛤 在哪裡 那個 外面也有兩個蜂窩啊 這是虎頭蜂喔 嗯 不過這都已經沒了吧 對不對 原來這是虎頭蜂窩 有喔 有活的虎頭蜂窩 好錄影到此